今天呢带大家参观一套位于卡玛拉百万富豪路上占地一百一千两百平方的顶级豪载 被我们称为海上市外桃源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家好 我是米勒 今天呢带大家参观的这套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首先呢它的位置一线临海卡玛拉百万富豪路上 再一个呢它的占地是我们拍过目前拍过最大的占地一万一千两百平方 它呢共有九个海景套卧 但是这个房子呢目前呢是只租不卖 那么我还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这么美的房子我们体验过也算拥有了最美好的记忆 并不一定非要买下来它 所以还是值得来跟我看一看到 这一套被我们称为啊海上市外桃源的顶级豪宅 进入到它的车库你就能感受到豪宅的这个空间感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库区就比普通的别墅都要大 这边呢汽车庭的区域 左手边这边呢可以说是摩托车的停车区域 因为整个别墅它平常呢有就是打理的工人呢就十名以上 所以呢整个停车区域展现了它的尺寸 现在呢我们往前走 这里是入户凉亭 这边呢有两个门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真的这个房子大的像迷宫一样 不知道从哪进 其实我右手边这个呢是正式的入户大门 左手边这边呢上面是一个死大房 还有保姆间等等 好现在呢跟着我一块来正式进入到这个豪宅的顶级入户大门 一进来感受到它特别特别的宽敞 因为这个房子呢我就觉得它是整个坐拥一个小半岛 它的尺寸像上万平方米的 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的大 进门呢它这种阶梯式的下行 豪宅的仪式感也有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呢就是来到了它的这个庭院 你看一般的临海豪宅很难有这么大的一个庭院 而这一个呢不仅仅有庭院 有山有海有登山步道等等 所以这个庭院的面积我们从视频中看到 知道它很美很大 这一套豪宅别墅呢它现在是只租不卖 所以呢我也不用带大家体验每一个房间 我告诉大家它的美景它的这些这个基本的配套就可以了 跟我先简单的走一遍吧 刚才我们介绍过整个这一层呢 分布了从一号到七号七个海景卧室 并且这一层呢还分布了有这个厨房 有中厨有西厨 还有它的客厅 还有它的健身房影音室等等 就是功能区间以及七个卧室都在基本上都在这一层 我们现在呢是继续往前走 来看一下它的海景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它的这个海景阳台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所以说这一套豪宅呢我们觉得它整个作用一个小半岛 那么它看出去的海景呢是环绕270度 这种一线海景毫无遮挡 毕竟我们看出去的也是西海岸 一望无际安达马海的这种壮阔海景 那这一层的海景给大家介绍完了 因为这个豪宅呢它有大概有四五层 并且从这一层到最下面的两个海景房间呢 要经过接近三百个台阶 我就不带大家走了 但是呢我们会在视频当中一一给大家展现一下 那么它的我们从这可以往下看一下 它的这个泳池呢是在下面这一层 无边泳池呢长达25米 从泳池看过去真正的海天一色 泳池跟大海相连接的这种壮阔感 那这个豪宅别墅呢 我们从视频中能够体验它的一些美好的地方 但是呢这些都比不过 您亲自来住上几晚 来感受一下这个豪宅带给你的完美体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个八个人 如果你们下期见 拜批你们下期见 我这些渐客 这些渐客 他就点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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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出户在这个别墅里 你可以体验登山看海观日落 各种丰富的体验感 并且它带来的海景是270度 一线海景是西海岸最美最壮阔的海景 并且呢在这个房子里 你还能欣赏到亚洲最美的日落景观 并且这个房子它的价格呢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贵 它淡忘记价格会有所区分 从九卧七卧这样的海景别墅 它的价位来说呢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我们特别特别欢迎 来普吉岛度假的伙伴们 带着家庭带着亲人朋友 来到这套别墅里面 给你一定是难忘的体验 好这个视频剪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